文章 一个周星驰想力跑 却没能成功捧红的演员 明明怀揣着一身演技 为何会沦落到 如今无人问津的地位 曾几何时就连周星驰在他面前 都得叫声音 他的演技究竟有多下人 直到现在人们才反应过来 放眼整个娱乐圈中 能让周星驰心甘情愿 佩服的只有他了 文言他无论是正剧还是喜剧 都能配合得出神入化 周星驰这番话 不但为周一见了文章 再一次证明了演技 也让观众有机会重温 那些年他创造出的经典 当年在拍摄电影 戏友想谋片时 周星驰第一个定下来 男主角人选的就是文章 他几次邀约文章出演唐三藏 果然影帝也不负众望 将电影中那个角色演绎的活灵火线 这让星驰一度十分满 还扬言自己认了他这个朋友 如果之后再有机会的话 还找他来合作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众人影 文章搭上了喜剧之王 周星驰这层关系后 资源和人脉一定会再上一层欧史 一场浩浩荡荡的周一件事件 让这个曾经被誉为 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文章 在一夜之间跌落神坛 成了网友口中 人人喊打的渣男傅星汉 所以这让原本计划喊文章来 出演电影《美人鱼》 和西游扶摇片的周星驰 瞬间愣在了原地 因为在这个 人脉利益之上的娱乐圈中 即便他再不懂人情事故 也明白文章的男主位算是玄了 一场意外被曝光的婚内 跑鬼风波 让文章一路扶摇直上的事 成了痴心妄想 甚至后来妻子玛依丽的大度原谅 更是变成钉死文章 在《耻辱柱》上的最后一篇 自那之后 没有制片人投递剧名 导演更是褪毙三社独善其身 生怕当初和他交好被无辜牵连 但只有周星驰在文章 低谷时拉了他一篇 不计前嫌地将欣赏进行到底 周星驰为文章单挑陈家上 只为拿到一个小角色的出演机会 但他真的值得吗 当年在周一见事件曝光后 文章一时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见不得光也不敢出门 然而此时周星驰 却在为他博一个未来 原来即便婚内跑鬼的事情被曝光 但只看演技不看人品的周星驰 还是希望能够由文章来出演男主角 两部戏的戏份一点不动 只等他调整好状态 满血归 但是为此 先至陈家上却坚决反对 在他看来如果让一个劣迹 毫无顾忌地出演自己的作品 没有人能够保证电影的票房 即便你是喜剧之王周星驰也不行 再加上星野和对方签订的协议中 明确规定了主演的人选 自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更换提出 但与文章的约定还历历在目 这让周星驰一度 头痛不已难以释怀 最终只能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男主角不更换的同时 文章也能出演一个角色 这已经是陈家上 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了 周星驰得知此消息后十分兴奋 立马联系文章告知了此事 那时几乎是众叛亲离的他 第一次感受到了周星驰的温暖 尽管电影中没有几句台词 换作之前的文章 看都不会开明 可这回不同是为了回报周星驰 所以他仅用几个动作就能让骗他 在社交平台上活了五年之久 事实再次证明 周星驰真的没选错 尽管与文章对系的是老戏骨黄博 他也没有一丝怯惨和恐惧 反而用自己的强硬实力 碾压一众小鲜肉 难怪星爷会用出神入罚 如此高的评价来形容一个演武 不但喜剧的幽默和诙谐与生俱来 就连无厘头喜剧的精子 也被他学去了不少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一次和周星驰合作 就被打击了无数次 成为他演艺生涯上 最大的侮辱之一 一个镜头被NG了53次后 文章再也忍不住了 即便对方是周星驰 他也毫不退让 可为何星爷却笑到停不下来 当年在拍摄电影《西游响魔片》时 文章还是风光无限的实力派演 如果不是周星驰离邀他 可能都不会出演 但是这一场戏 却成了他难以释怀的滑铁 当时他需要抛开形象和脸面 当众在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面前 跳一曲厌舞魅惑众生 光看形容就足以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一项出演证据的文章 也是做足了心理建设 才选择开拍 毕竟实力派演 如果连这个都拿不下了 又该怎样在电影区 占据一席之地呢 起初文章对自己的舞蹈十分自信 全然抱着一遍过的准备来打算 然而谁也没想到周星驰看完后 总觉得有些不满意和欠缺 但找不到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于是只好一遍便要求文章起舞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文章忍了对方可是周星驰 但一直到五十多次 都没能让新年满意 这回天王老子 也压不住文章的暴脾气 险些当众在片场开喷 最后一丝理智告诉他 千万要不住 好在大脑回归的他压下怒气 心平气和的 向周星驰讨问恩纪原因 心也表示 如果光让观众笑 那不足以成为经典 只有喜剧才是经典的关键 其中的深意 当下文章并未想明白 但他虚心接受了心也的说法 专程暂停拍摄找老师学习 后来当一个月后文章再出现时 那段经典的舞蹈 也应运而生 甚至成为观众和影迷 难以忘怀的经典桥段之一 当然其中也不乏 喜剧之王周星驰的指导和示范 据说在文章找不到精髓所在时 心也也会在一旁提供帮助 甚至有时还会亲自下场示范一番 不得不承认每一位演员成功的背后 都不乏心情的努力和付出 而心也真不会为各种巧处 对此看官们认为呢